你透过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江龙海的公司 确实出现了 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据我调查 他原本欠款一亿多 虽然四处筹钱补上了一些 但目前应该还欠着 大几千万吧 说实话 以他公司目前的这种状况 要想再从银行那 拿到贷款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还不上 那位怎么样 其实对方的态度是关键 最好的方法 是私下协商解决 对方一旦起诉 法院将会没收财产强制执行 那就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他会坐牢吗 也有这种可能性 那帮我查一下 目前我名下的现金 还有可以 快速转变成现金的资产 到底有多少 没问题 您稍等我一下 老江说了 这个餐厅呢 是您以前最爱吃的 最近必须订阵 是 哥 嫂子到了 来了 合同呢 先坐下来吃个饭吧 不是着急吗 那就 先看合同 也行 早点 服务员 好 上菜 好的 请稍等 来 嫂子 您看一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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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情况乐观的话 我们会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十二付给你 嫂子真帐 知道咱们难 这合同上啊 连利率都没有求签 但是嫂子咱们自己人啊 到时候呢 就按照最高的算 有笔吗 有 有 有 来 嫂子 谢谢你 一起吃个饭吧 嗯 好 以后别叫嫂子 好 好 好像 有 好 有 嗯 来 来了 情况啊就是这样 你既然是真心喜欢安心 你不能看着他犯啥呀 你得劝劝他呀 叔叔 是这样的 安心没有跟我说过钱的事 而且我觉得 我跟安心现阶段 不太好 过多地去干预对方的自由 都认真了 还自什么有啊 不是 我 我理解你的难处 名不正 言不顺嘛 是吧 你赶紧先证明 不是 叔叔 我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不太好插手 死要面子 黄花菜都凉了 我替你想辙呀 是 我明白 我明白叔叔说的意思 我也谢谢叔叔这么愿意帮我 互帮互助嘛 帮你也就是帮我们家安心 赶紧约他 好 好 我请你 这事我一定请你 这就对了 是吧 天黑了 我先撤了 叔叔 我送 不用送 你赶紧约他 现在就约啊 好 医生 再见 叔叔您慢走啊 叔叔再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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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是啊 再见 太可爱了 久不见了 你还不信啊 真是很辛苦 好不好 你就想不信啊 就想不信啊 你还不信啊 可爱不信啊 别信啊 不信啊 你再不信思啊 已然已经超出我的运气了 好嘞啊 会感谢你的 来杯温审 谢谢 我认为啊 还是我被你的财力所震慑 怎么了 跟陆森宁不行了 没有 怎么说呢 江文凯出事了 那活该啊 出什么事了 他财务上真是出了问题 对此很有可能进去 前任进去了 现任出来了 这不是很好吗 嗯呀 不就顺着你的话茬 吐吐槽嘛 骂出来心里痛快点是吧 你说 然后 他走投无路来找我了 借钱 嗯 那你怎么想 答应了 你要您问谁 谢谢 你真答应了 嗯 不是财务状况你搞清楚没有 是真出问题了吗 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能救他了 查过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没问题 行 你钱都已经借完了 这不是来找我上了要不要借钱的事 那你愁上什么呢 又后悔了 我原本以为啊 姜文凯过得越不好 我心里就会越平衡 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这样 怎么说呢 我希望他过得 不好不坏吧 借钱呢 也不是纯属帮忙的 算是投资吧 利息蛮高的 行 算你不白痴 跟他签完这口合同以后 那种感觉很奇怪 我觉得好像 比以前还有现在 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输球 好没收 那真是好事啊 叔 你心里现在已经全部放下来了呀 这得庆祝啊 是不是 碰 酒疼 你看多好看 屁吧屁吧屁吧 所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吗 那你心里仇上什么呢 说呀 说到底 对呀 那我直问了啊 你跟陆泽宁到底怎么了 他都关了 去出版的那一天 我跟他进一面 就进了一面 然后呢 没别的了 我懂啊 我懂 那然后呢 然后约好了第二天要再见面的 你们叫横凯出事了嘛 就没有见到 再然后呢 没有然后 什么叫没有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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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现在没联系的 嗯 是他没联系你还是你没联系他呀 都没联系 几天呢 两天 嗯 这样啊 如果明天 他还不联系你你就直接问他 他想怎么着 如果她不想负责任 我 我跟你一起 那我就听我姐们 好累啊 别谢谢你了 为姐姐服务嘛 好 你 姐姐 别这么喊气默默地看着我 好